到現在大致上無論是包商也好或是我市政府各單位 其中跟各位補充的是在1點42分的時候 我今天凌晨非常謝謝台電高雄居住的已經全面供電了89戶 只有剩下這7棟是因為它是臨時性的所以必須斷電 其實這附近都已經是完全恢復供電了 第二個是指說在整個現場我們的透地雷達持續在做 那麼初步依照水利局的透地雷達的檢測 包含九十三項以及自強一路 上層三公尺範圍裡面的所有的管線基本上上層結構還是好的 但是今天的下半午要進行的是下層結構的污水系統 所以我們會把這資料整理好 總之在這裡一旦整個處理完了之後 這附近的所有的道路要全部跑步一次 最後我也要跟各位報告 依據高雄市建築物管理知識條例 我們對這個包商一定求償到底 尤其是合計有七戶的財產 一定要經由市政府專案小組 依據在今天十點開始有一個權益協商會 那我獲知的是這個包商也非常有誠意 已經正式的表達該負的責任他完全不回避 也全部要負起這個責任 我想要進去拿東西的 不能進去啊 昨天晚上就跟你進去 對 他說今天想辦法會讓你自己拿東西 你敢進去 不行不行 正式的公司在這邊開會 然後開完我都會幫你自己拿出去 然後我們是內心掉啦 就是不來 然後就我們要辦法 走 這一個大堡壺 obese ş啊 很久以來